觀眾朋友好 歡迎收看這期的國際風雲 我是薛然 今天是美東時間9月6號 星期二 來看今天新聞的主要內容 中共二十大臨近 中共先任外長王毅是否會留任 繼續主掌外交事務 甚至是否會破格進入政治局 備受外界的關注 目前各方說法不一 有專家預測 如果王毅獲得晉升 意味著二十大之後 中共會接著走戰狼外交路線 繼續四面樹敵 另外 中共外交部近日又新增了一名女發言人毛寧 排名更是在趙立堅之前 也引發了輿論關注 根據大紀元9月6號的分析指出 今年的中共二十大 現年已經69歲的習近平 或許打破中共慣例 實現三連任 而除了習之外 另外24個政治局委員中 有11位已經到了中共七上八下的年齡紅線 包括政治局常委栗戰書和韓正 對此 香港《南華早報》5日報導表示 多數專家預測 中共破例七上八下 是專門替習近平預備的 但目前將滿69歲的王毅也可能以此參照 目前按照慣例 中共兩個涉外事務高層官員 中央外事工作委員會辦公室主任 政治局委員楊潔篪和現任外長王毅 二十大期間都得退休 但由於當前中共面臨日益複雜與艱難的外交局勢 有觀察人士說 王毅可能退不了 而且將接替楊潔篪 對此 旅美時政評論員藍述對大紀元表示 楊潔篪肯定要下 但王毅 可能只是作為一個國務委員繼續主管外交 因為在外交系統 有外交經驗的官員中 除了王毅以外 基本上找不到第二個 不過旅美學者胡平則認為 王毅留下來的可能性並不大 因為習近平沒有必要為他一個人破這個例 事實上 習近平上臺的十年間 王毅也擔任外交部長十年 這期間 中共外交戰狼頻出 中共外交部也被外界嘲諷為口炮部 破壞關係部 對此 臺灣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研究員宋國成 6日在接受大紀元採訪時表示 目前看不出來中共有軟化或是緩和的跡象 也看不出來中共鄙視西方與西方國家對抗的路線 有任何的鬆動或改變 如果王毅獲得晉升 二十大之後 中共很可能會繼續走戰狼外交的路線 繼續八面樹敵 最後演變成四面楚歌的境地 此外 9月5日中共外交部新增了一位發言人 就是現任新聞司副司長毛寧 根據中共外交部官網的信息 目前在四名發言人中 華春瑩為外交部新聞司司長 其餘三名為副司長 名次排序為汪文斌 毛寧和趙立堅 而毛寧排名甚至在趙立堅之前 也引起了外界熱議 對此 資深媒體人陳維健則表示 只要習近平還在任上 戰狼外交政策是不會改變的 而且可能會是越來越強烈 中共發言人的表現也一定會是非常強硬的 而這種強硬也只是外強中肝罷了 第77屆聯合國大會將於9月13日登場 臺灣外交部6日舉行推動參與聯合國案 新聞說明會表示 臺灣除了克制 不挑起爭端 也將以穩健務實的做法 積極推動參與聯合國 臺灣外交部長吳釗燮呼籲各界支持臺灣 參與聯合國系統 據臺灣中央社的報導 臺灣外交部長吳釗燮5日在韓國媒體 《世界日報》發表文章指出 臺灣捍衛民主制度 致力維護臺海現狀 予以規則為基礎的國際秩序 但不幸的是 臺灣因中共政府施壓 而無法參與聯合國大會 這個全球最大最重要的國際合作論壇 吳釗燮強調 中共政府故意將一個中國政策 與聯合國大會第2758號決議案掛鉤 但該決議案中並沒有在臺灣問題上採取立場 更沒有提及臺灣二字 而長期以來的現狀是 中華民國也就是臺灣 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是獨立的司法管轄區 互不隸屬 中共試圖重新定義臺灣在聯合國的地位 更進一步破壞全球和平穩定 中共政府近期在臺灣周邊的軍事演習 就是一個明顯案例 同時臺灣外交部主任秘書徐立文在9月6日 召開的推動參與聯合國案新聞說明會上指出 近來中共當局蓄意升高對臺灣的軍事威脅 企圖片面改變臺海現狀 種種行徑明顯違反了聯合國憲章的 禁止使用武力以及和平解決爭端的原則 引起國際社會嚴正關切 徐立文強調 臺灣將捍衛國家主權與自身安全 同時保持克制 不會挑起爭端 更不會退縮 將持續推動與國際的交往連結 以穩健務實的做法積極推動參與 此外 在聯合國大會結束之後 三年一度的國際民航組織大會也將召開 臺灣外交部披露 臺灣也將大力爭取參加這個大會 據臺灣國防部9月6日的消息 截至當天下午5時 真獲共機8架次 共建5艘次 持續在臺灣周邊海空域活動 其中 共機與越海峽中線3架次 中共在臺灣周邊不斷的軍事行動 以及無人機侵擾金門引發臺軍實彈射擊 不斷推升臺海緊張局勢 菲律賓駐美國大使羅穆德斯日前對日經亞洲表示 一旦臺灣與中共爆發衝突 導致菲律賓自身安全受到威脅 馬尼拉當局願意讓美軍使用非國的軍事基地 他指出 美飛2014年簽署的加強國防合作協議 允許美方使用5座非軍基地 兩國也正在討論增加美軍能使用的非國軍事基地 包括至少一座海軍基地 希望能夠在3年內投入使用 據報導 羅穆德斯是非國新總統小馬克斯的親戚 對小馬克斯政府的外交和安全政策極具影響力 菲律賓前總統杜特爾特去年底層表示 如果臺海出現戰爭 菲律賓將抱持中立態度 臺灣政大國關中心資深研究員宋國成對希望之聲表示 有兩個因素會造成菲律賓對中共的態度轉去強硬 他說 一個是中共對南海島礁的主權聲索 一個是中共海警船對菲律賓漁民的騷擾 他同時指出 另一方面 美國在積極鞏固印太第一島鏈的戰略布局 即將建立一個印太北約 他說 臺灣國家安全研究所副研究員吳尊彥表示 美飛共同防禦條約是菲律賓非常重要的安全依靠 所以菲律賓在軍事上會親美 另外 中共之前的圍臺軍演 有5枚導彈落入了日本的專屬經濟海域 刺激了菲律賓政府 馬尼拉當局是還沒有安全感的 所以透過這個駐美大使來接受採訪的做一個表態 讓中國知道如果發生臺海軍事衝突 菲律賓不會坐以待斃 這也讓中國來感受到這個壓力 不過 稍早的時候 小馬克思於7月會見中共國家副主席王岐山時說 中國是菲律賓最強有力的夥伴 非國政府高度重視非中關係 願更深度參與共建一帶一路 王尊彥表示 9月5號 四川省甘孜州盧定縣發生6.8級地震 官方公告表示 已經有66人死亡 15人失聯 9月5號 四川省甘孜州盧定縣發生6.8級地震 253人受傷 9月6號 甘孜州衛生健康委員會 在微信公眾號發布了一個公告 其中第一條提到 為做好疫情防控工作 對於遭受災情的盧定縣海螺溝實施臨時管控 救援人員在批准進入前 需持有24小時內核酸檢測陰性證明 健康碼綠碼 無風險城市履居時 並且還要在廣控區入口處接受落地檢 該公告的發布單位為 甘孜州應對新冠肺炎疫情應急指揮部 一段視頻也顯示 9月5號晚 一些消防人員到達鎮區救災之前 也需要先排隊做核酸之後 才能參與救援 視頻中 制服上的字樣為 中國森林消防四川總隊 上傳者在簡介中寫道 救援部隊已經到達盧定 正在做核酸 另一位抖音用戶也上傳了來自 同一核酸檢測地點的視頻 視頻標註是 四川盧定縣地震救援畫面 不少網友在看到這些災區疫情防控視頻後 大呼太魔幻 反常識 質疑是救援還是謀殺 到底是防疫重要還是人命重要 網友紛紛在視頻的下面痛斥 如果出現一例陽性 是不是整個救援隊都團滅 再派其他救援隊去呢 廢墟裡的人也得先做個核酸 萬一救出個羊的怎麼辦 來之不易的防疫成果不全毀了 核酸排隊N小時 核酸出結果至少4小時 這是謀殺 也有不少人諷刺 生命成可貴 核酸價更高 區區人命還是核酸重要 真是歷史笑話 自由亞洲電臺報導 近年中美的關係緊張加上新冠疫情等影響 今年中國赴美留學的新生人數相比疫情前下降 另一方面印度赴美留學的新生人數卻大幅攀升 印度媒體印度快報報導 根據美國國務院網站的簽證數據統計 今年1到7月份 美國共向印度籍學生 簽發了77,799份的F1學生簽證 而同期向中國籍學生簽發的F1簽證數量 僅為46,145份 另有中國大陸媒體統計資料顯示 在2019年 共有10萬6,005名中國學生 獲得了美國F1學生簽證 而同期印度僅有53,278名學生獲得美國F1簽證 人數僅為中國的一半 根據資料 F1學生簽證的通常有效期是5年 每年簽發的F1學生簽證數量 基本上能夠反映每年赴美留學的新生數量 雖然與印度相比 今年中國學生獲得美國F1學生簽證數量很少 不過在美國的中國留學生總數仍遠遠多於印度 根據美國Open Doors的數據 在2020年至2021學期中 中國在美國持F1簽證的留學生總計31萬7,299人 印度在美國持F1簽證的留學生總計16萬7,582人 觀眾朋友 四川省盧定縣發生6.8級地震 造成民眾傷亡 但是在如此緊急的情況下 中共當局還是要求救援人員要有24小時內的核酸陰性證明 結果招來罵聲一片 對此您怎麼看呢 歡迎留言和我們分享您的觀點 如果您想支持希望之聲的頻道 就請幫助我們訂閱 點讚和轉發 感謝您的收看 明天節目再見 我們下次再見